今次這首歌都是台灣那邊的demo 而作詞就是周耀斐 首先歌名我都覺得很特別 歌名是Love First 但其實它的寸法現在是L-O-V-E-R-S-E 我當初也有想過這個歌名 會不會大家一看就明白呢 或者大家可能會想什麼來的呢 Love First 還是Love什麼呢 但其實它有吃了這個 Meta First 這個元宇宙的First 但剛好那First的V跟Love 又連起來了 共通了 兩體 我覺得這個設計也很有趣 Love First 其實就是在說愛的宇宙 這首歌其實也是在說愛的 有幾個歌詞我自己都很喜歡的 例如 尾段 愛就要笨到象天才 愛就要大到成為大愛 就是 愛這件事 就是 笨到象天才 我覺得很巧妙 就是 因為有時候愛是沒有 未必很Logical 或者未必很有原因 或者可能 我覺得 可能很蠢 但其實 這件事正是愛的精神 就是不要想太多 不要顧太多 還有愛可以大到成為大愛 這件事其實我 周不時都有說 或者有時候開Live都有說 就是我希望 這個世界多點愛 就是 每一個人如果都可以多一點愛 或者 大愛一點 其實整個世界都會開心些 會 大家都會舒服些 所以我很想 所以 周月輝老師今次寫這份詞 和我自己的一些理念都很接近 所以都很喜歡 我是第一次接觸這類R&B式的曲風 就是 當初都很擔心自己能否觸碰到 或者 唱不唱到 所以今次都錄了 應該是繼醫先生才錄得最多的一次 今次都錄了7次 7日 其實本身是 本身是 打算12月出 本身有錄過聖誕出的 但是 都是時間的問題 最初就說 不如 倒數那天出 剛好今次的MV 都會 倒數 其實今次的MV 都 自己都蠻喜歡的 因為 自己都 有要求 希望今次的MV 和以往有些不同 因為 自己一向的MV 都是比較 一個 普通的男生 比較貼地的男生 可能在經歷著 大家都會經歷的事情 但我就覺得 都 很多手類似的 不如試試一些新的東西 我想試一些 跳脫一點的 或者沒那麼現實的東西 就選了外星人這個主題 那 自己聽到故事之後 都覺得很吸引 也都立即提出 我要做個外星人 所以今次的服裝 或者髮型 或者 整個 整個造型 都有時以來最誇張 就是誇張過出show 真的 出到這麼久 最誇張的一次 但我覺得是很好玩 因為 可以試一些新的形象 自己 剛剛看起來 都不錯 還有 有些場景是 剛剛下雪 那些 都沒試過拍一些 都挺有feel 所以 有一點擔心 就是這個外星人 自己做出來 會不會好像傻仔 因為 整整個 被女主角 拿著我去做一些事情 好像什麼都不懂 那樣 希望大家信服 希望 做出來的感覺 大家會覺得 哇 都挺有趣的 這件事 就是 可能給大家一個想像空間 或者幻想空間 就是 如果我倒數那天 突然外星人 那背部出現 我會怎樣呢 首先 今天的MV 真的是時間編 因為今天一日之內要拍完 所以 都挺辛苦 但可能 很久沒有試過 這種工作的時間 或者 自己MV的一個 場中的工作模式 有一點點懷念 還有一點點動力 就是覺得 很久沒有試過這樣 不斷取得MV 可能因為 這次整件事的氣氛 或者整個 整個主題 我都很喜歡 所以自己這次都 都累的 因為 戴ColorCon 因為我的眼盤 一直戴ColorCon 都不會戴很久 所以戴得久都會很累 很刺眼 然後就會 而且 因為我 前兩天就開始喉嚨痛了 那 現在是有些 其實有些煙喉的發炎 其實有些感冒 其實應該 所以 但是 幸好有Keeper吃也OK的 我是怕 Maiya多一點的 因為她跟我很近距離 那我就 我跟她說 你都應該病硬的 而且 反而擔心 你現在的表演 但是 對我的MV來說 我暫時都 都OK的 明天就是2023年 新的目標 嗯 2023年的目標 就是 出多些 不同種類的歌 其實自己都 帶著一些歌 很想出的 亦都是風格很不同 希望可以 吵多些不同種類的歌 還有 都可以繼續努力 唱好些歌 變英俊一點 演戲做好些 對 都是這樣 祝大家 現在 2023年 新年快樂 希望大家 都可以 勇敢去愛 找到自己的所愛 可以 活在這個充滿愛的宇宙裏面 還有 記得就要聽Luvrus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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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